一間高峰期開過18間食肆的餐飲集團 因為吸引引氣男團MIRROR成員 包括AK、Jer、Jeremy和ERROR隊長肥仔入股旗下餐廳 成為餐飲界熱滑 但這個集團的餐廳今年中開始連環結業 幾位男團成員有損失之餘 還令到被人貼街招追數 星島申訴王收到集團的前員工王小姐申訴 透露餐廳結業後 她受到刑事恐嚇 還令到媽媽損失幾百萬 一切都要由去年8月 她答應一位聖業的朋友邀請 去這個餐飲集團 擔任對方的助理開始說起 我加入了她的公司後 她也認識了我的家人 她問我媽媽借400萬去營運她的公司 她當時為了感謝我媽媽借錢給她 她就承諾了會轉20%的股份 打工變股東 王小姐最初都覺得挺過癮的 特別是幾位當紅藍團藝人入股之後 這個餐飲集團表面上形勢大好 第一間明星的餐廳 就是在尖沙咀亞士尼道的影資料 那間餐廳是吃日本菜 串銷的 由AK ERROR的肥仔 還有由Jer去合資 當時生意真的很好 由街頭排到街尾 很多少女 中年的女士 總之都會去吃這個餐廳 希望可以撞一下明星 王小姐透露 藝人股東在餐廳的營運上很少給意見 整個集團基本上由人稱CEO的葉生 和另一位高層王生做決策 高峰期集團大約請了200個員工 不過王小姐入職後 對原本是她朋友的葉生 印象就扣分了 她是貪威識食 說話多於工作 所有事都是出工數 要外賣、堂食 都是不付錢的 好景不上 這個餐飲集團由今年5月開始 包括連環結業潮 兩大高層齊齊齊辭職 而入股的藝人也承認投資失敗 至於王小姐 她媽媽借給葉生公司的400萬 分期還了大約100萬之後 再沒有還錢 王小姐期後翻查公司的商業登記 竟然發現當初答應給兩成股份 她那間公司 股東名單是沒有她的名字 而是變成另一間日本餐廳的股東 近一兩個月 王小姐和她的家人 多次受到恐嚇信之擾 她相信和自己成為相關餐廳的股東後 拖欠的款項有關 有這些紅紙 對呀 裏面也有這些撕碎了的陰絲紙 這個有點噁心的 這個有隻蟑螂在裏面的 對呀 接著有很多這些陰絲 還有這些鄉竹 這些東西 對呀 上面都是寫了我的名字 和葉生的名字 和她的電話號碼 我相信這些恐嚇信 是跟她欠貨款有關的 王小姐百思不得其解 公司這麼好生意 為什麼會沒有糧出 直到她找到集團其中一間餐廳的月結單 謎團似乎得到解開 其實錢呢 我們都相信是被她們捲走了的 因為呢 我也得到一份公司的銀行戶口 看到很多錢 是出了去 不在我們公司的戶口 也都包括我媽媽 她在9月30日 入了400萬給她 在10月10日已經沒有了 還有呢 有一個900萬的政府 SME洞 亦都是分了兩張支票轉走了 星島申訴王上司 透過各種方法 聯絡事件關鍵人物葉生 包括透過王小姐和她媽媽 當面打給她 無聽 又上過她位於元朗的豪宅單位找她 沒有人應門 而我們將最新的調查結果 例如銀行單據顯示 餐廳資金很快被轉走的情況 聯絡MIRROR和ERROR有份投資的成員 他們有以下的回覆 我是不是阿Jer 是 因為有些新的資料 說你們的餐廳資金被人轉走了 想問他們知不知道 我也還未知 我再了解一下 請多 我想說我收到一個消息 那個人是用我們的名字 他壓了一千多萬人 那個人是否也丟我們的電話 讓他追我們熟 有些甚麼都是找我們做看死鬼 他是慣犯 他一定是開頭叫你去看其他店 做得很英俊 但可能你買到的時候 你媽媽不知道他做甚麼 就蠢了 只要自己買一個教訓 王小姐已經就事件報警 暫時未有人被捕 事件真相是怎樣 有待警方調查 而有關這件風波的更詳細內容 請留意最新一期東周汗的報導